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殊的不常见的怪石呢 有的同学会问 黄山的怪石到底什么样啊 让我们带着问题 走进课文去寻找答案 自读自学提示 一 自读课文 借助拼音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二 标出自然段序号 按照自学提示 开始自学吧 这篇课文一共有六个自然段 相信你已经养成了标自然段的好习惯 生字向我们打招呼了 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他们吧 请读准词语中的生字 文明 景区 南部 秀丽 尤其 仙人 巨石 一味 著名 安徽省 天都风 骑行 怪状 去掉拼音 你还能读准确吗 让我们听 小伙伴读的是不是准确 文明 景区 南部 秀丽 尤其 仙人 巨石 一味 著名 安徽省 天都风 骑行 怪状 生字宝宝单独出现了 你还能读准确吗 请按照本科要求认得字的生字条 读准字音 让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文 明 景 区 省 布 秀 尤其 仙 巨 位 督 柱 形 状 同学们注意 文和仙是前笔音 我们再读一遍 文 文 先 我们再来看这五个字 明 景 省 形 状 它们是后笔音 请大家读准这些字 明 景 省 形 状 都 是一个多音字 这个字在课文中读都 用都 用都组词首都都市 它的另外一个读音 都 用都组词全都都要 请你再来读读这两组词 你有什么发现 当读都的时候表示首都大城市等意思 当读都的时候表示总刻全完全等意思 多音字回到句子中 你还能读准确吗 练习读一读吧 我们来听小伙伴读的是不是准确 班里组织的各项活动 希望同学们全都参加 他伸着脖子 对着天都风不住的提教 不用说 这就是著名的荆棘教天都了 你是用什么方法实际这些生字的呢 一位同学在生活中 认识了秀 布 明这三个字 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吧 当我作业写得干净整齐的时候 老师就在作业本上盖上优秀作业的奖章 我就记住了秀这个字 我经常帮助老师去课程部领取东西 我就认识了布这个字 作业本上还是练习卷中 经常有姓名这个词语 我就学会了名这个字 仔细观察生活 借助生活能帮助我们认识更多的生字 一位同学发现了 曲 聚 两个生字字形相近 他就借助了祖词的方法进行辨析实际 曲 祖词 山区 景区 区分 聚 祖词 巨大 巨人 狂风巨浪 借助行金字组织进行辨析 拓展积累也是识字的好方法 一位同学通过观察文的字形猜测到 一个人用耳朵贴着门缝听 他猜测的对不对呢 让我们来看看字典中的意思 文在字典中有无中解释 在语句中应该选择哪中解释呢 是的 应该选择第一个解释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听到过黄山风景区 根据字形猜测字的意思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最后我们要查字典 看看正确的解释 有一位同学采用了 加一加 减一减的方法 实际了景 省 游这三个字 日加京就是景区的景 少加木就是安徽省的省 游减单人旁就是游骑的游 借助熟字 加一加 换一换 减一减 也能帮助我们实际更多的生字呢 有的同学发现了 课文中的这些怪识 仙桃石 仙人指路 仙女弹琴 这些名字都是根据巨石的形状特征来命名的 我们一起读 形状 黄山上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石头 我们再来读 奇形怪状 一位同学联系课文 石寄了生字 让我们听听他的分享吧 我发现课文中怪石的名字 很多次出现了仙这个字 如仙桃石 仙人指路 仙女弹琴 多读几遍后 我就学会了仙这个字 我们在阅读中也经常读到神仙一词 我们就学会了仙这个字了 学会了生字 课文中的句子读通顺了吗 课文中有一些句子比较难读 自己先练习 朗读一遍 听老师读 注意老师朗读时的停顿 中外闻名的黄山风景区 在我国安徽省南部 远远望去 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 站在高高的山峰上 伸着手臂指向前方 请你再来读一读 学会了生字 读通了句子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 让我们读准这些字 黄山风景区图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文 名 景 省 布 秀 曲 游 骑 把这些字都读准确了 黄山风景图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黄山风景真是美丽壮观 黄景人在黄山松锅中写道 一山三石有六峰 峰峰石骨 峰峰松 有时松石不可变 一里变化千年中 黄山的风景区在哪里呢 让我们走进课文 自读课文的第一字案段 你了解了什么 有的同学知道了 中外文明的黄山风景区 在我国安徽省南部 这位同学就了解到了 黄山风景区的地理位置 你还了解了什么 让我们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发言吧 黄山风景区中外文明 也就是说 黄山风景区特别有名气 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 都很有名气 这就是中外文明的意思 有的同学还发现了 那里景色秀丽神奇 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 黄山以奇松怪石 云海温泉闻名于世 尤其是那些怪石最有趣了 尤其是什么意思 你能说出它的近义词吗 有的同学说 尤其的近义词是更佳 还有的同学说 特别也是尤其的近义词 黄山怪石这么神奇有趣 课文中介绍了哪些怪石呢 让我们走进课文去找一找吧 自读课文 二至六自然段 请圈画出文中的怪石 一位同学是这样圈画的 你和他画的一样吗 请你用一句话说一说 课文中介绍了哪些怪石 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 课文中介绍的怪石有 仙桃石 猴子观海 仙人指路 金鸡叫天都 天狗望月 狮子抢求 和仙女弹琴 这些怪石让黄山的风景更加雄奇显俊 奇妙美丽了 下面我们来规范端正整洁的书写汉字 这是本节课要写的字 请你读一读 仔细观察 按照结构进行分类 一位同学是这样分类的 独体字 有 聚 升 上下结构的字有 难 歇 美 左右结构的字有 不 喂 狗 半包围结构的字有 闪 这节课我们书写这五个生字 我们先来观察聚这个字 聚的笔顺容易出错 跟着视频书空笔顺 横 横折 横 竖折 句的最后一笔竖折的横段 超出第一笔横 我们再来观察歇这个字 跟着视频书空笔顺 竖 横 竖 提 撇 竖弯钩 横 横 歇 上 宽大 下 窄扁 指的最后一笔横 改题 收笔于填字格中心 笔的竖弯钩的弯钩段 在横中线的下方 我们再来看美这个字 跟着视频一起书空 撇 横 竖折 横折 钩 点 横 点 美 上短 下长 竖折和横折钩 相接于 相接于 左上格 相交于 右下格 中间这笔长横 从横中线下策起笔 让我们来 规范 端正 整洁的书写这些汉字吧 请调整坐姿 注意写字姿势 要评价 这位同学的书写了 这位同学书写的时候 没有注意 歇字中指的墨笔横 改成题 笔的竖弯钩的弯钩段 没在横中线下方 美 中间长横 要从横中线下策起笔 这笔横也不够长 这位同学 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要重新练习了书写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次 他就做到了 歇 指的最后一笔横 变成了题 竖弯钩的弯钩部分 就低于横中线下策 美的竖弯钩和横遮钩 相接于左上格 相交于右下格 同学们 这节课 我们学习了生字新词 正确流利地朗读了课文 知道了黄山的地理位置 找到了课文中的怪石 课后 请同学们把课文正确流利地朗读给家长听 查找黄山其实的资料 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走进黄山 去欣赏怪石 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 再见 谢谢